大家好,我是五一张鹏 男性的功能受损 不行的话 与我们的前连线有很大的关系 很多人吃辣的 吃刺激的 或者长期久坐 尤其是在家上吃一些凉的 导致湿热、下沉 就会导致什么 我们的前连线出问题 有的前连线肥大 有的前连线增生 有的前连线炎 像出现这些问题 就会渐渐的导致男性功能会受损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 调理我们前连线的方法 就是用手去搓我们腹部勾 腹部勾这里 它是一个通道 也就是说下面是我们整个腿部 包括我们的气血回来 大部分都在我们腿上 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去锻炼腿呢 以及为什么让大家保养腿部呢 就是要让我们的气血 有能力回到我们上半身来 通过这里往上走 尤其是你在这里堵了以后呢 你会发现 这是不通的 要么你这个腹部勾这里 它高的比你的大腿都高 或者一摸特别的疼 我说到这里呢 是不是有些人就开始去检查自己的腹部勾 是不是比较高 或者是说摸的疼不疼 比较高的疼的家人们 一定要给老师点个赞 搜索的这个视频 任人的学习 那么我们既然知道了这些问题 就要给它疏通啊 把这个的通道给它打开 怎么做呢 你刚开始堵得比较严重 或者尿贫 尿急的 这就是前列一些严重的 那我们不能上来 就做一些拍打什么 可能受不了 我们就给它搓 搓腹部勾 今天呢 比较柔和的 下面我给大家讲 把手呢 一定要先搓着 因为啥 因为这里不通 十个人呢 有九个人呢 都是手脚冰凉的 怕冷 是吧 是的话 就把手搓着 搓着好了以后呢 放在我们的小腹这里 好 从小腹这里开始往下推 好 往下搓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好 有人说老师 我来回搓行不行 我不建议来回搓 你可能跟别人学的 可能是来回搓 在我这里不建议 为啥 我们在搓的同时呢 自然呢 把你体内不好的 我们给它搓出去 搓出去呢 肯定让它往下走 那我们不能这样来回走 让它好的不好的搅合在一起 那不是又成了混沌了吗 对不对 所以说移植往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般青红牙每天搓三百次 搓到你整个小腹 甚至到我们整个屁股 这一地方 全部都是发热的 热乎乎的 非常的舒服 要是你尿频比较多 前列腺增生 前列腺炎症比较久的 或者是男性功能 伪的时间长的 你可以干啥 你可以多做一道 能做到五百次到一千次 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一定要坚持啊 在这个位置呢 大家最少最少 要坚持一个月到三个月 那么你的感觉呢 才会明显 很多方法呢 虽然简单 坚持才是最好的疗效 希望大家呢 认真去做 好 今天呢 就为大家讲到这里 想学习更多的养生知识 可以点击左上角 关注我 或者在视频下方点赞 评论留言 和我进行交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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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